而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 当初有动物神之称的 叶秋 不好 放手无险了 快放不住了 拉住 再拉住 前面再干嘛过去 早出物料配合 白狗哥拿这么多呀 想见 放电了 超级玩家叶秋签约加世 一夜之秋正式征战职业赛场 在队长叶秋的带领下 加世战队勇着三联冠 一夜之秋斗物神的称号 你香却争克荣耀 来了 来了 我们走吧 三冠 三冠 掐石这么牛 怎么这几年成绩 差得找不着北呀 差 还要不是队长 所以就回来 哟 斗神来了 叶秋 你来了 坐 有什么话就说吧 俱乐部已经决定 让新转会来的孙祥 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一夜之秋 今后也由孙祥来操控 你说什么 你 不好意思啊 叶哥 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翔哥这话说的 某些人已经老了 过时了 就是就是 是 叶秋 把一夜之秋的账号卡交出来 不是吧 叶哥 你的手在抖吗 这样的双手怎么能发挥出 斗神的实力呢 还是让我来吧 我会让斗神的名号 再次想吃整个荣耀的 你 干嘛 你喜欢这个游戏吗 什么 如果你喜欢 就把这一切当作是荣耀 而不是炫耀 你 说好它 叶秋 俱乐部 暂时没有适合的账号给你 你就先在队里 担当陪练吧 不必了 解约吧 不要冲动啊 不愧是我认识的叶秋 有国旗 那我们就来谈谈违约金吧 老实说 你在家世这么多年 劳苦功高 我们也不会那么绝 协商解约怎么样 直说吧 什么条件 你 宣布退役 准备的还真充分 退役 这还不绝 他已经二十五岁了 退役选手要满一年才能复出 你们摆明了针对叶秋 你们 孟成 别这样 我同意 舟 我懂的 为什么要选择退役 你还不明白吗 无成 对于俱乐部来说 我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怎么可能 你的实力明明不输给任何人 现在的联盟 已经商业化了 而我从来都没有什么商业价值 快回去吧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 休息一年 然后回来 我回来 你会不得了吗 我还不得了 星星网络会所 上网 稍等 CG47号机 你的身份证 这里还挺大的 找到了 荣耀枪跑尸 牧城 靠不轰死你 这傻气 又输了 上街 坐了 我去 气死我了 别说五十二局 好歹未玩了五年了 那个战法一定是个大高手 一定是这样 老板娘 你个游戏没推啊 那个人在用你的号啊 糟了 我的装备 赢了 我坐下的时候 游戏已经开始了 用了多久 四十多秒吧 手动僵了 要不然三十秒就够了 这家伙什么人啊 职业级的吧 难道是家室的选手 不对啊 家室战队的人 我怎么会不认识 除非是从不落面的夜青大神 不会吧 我今天运气这么好 诶 陈姐 你在这儿干嘛 没事 没事 夜秀是吗 你身边这儿往哪儿啊 夜秀 夜秀 果然 我马上就要成为 第一个拿到夜深前面的新鸣儿了 行 给我看看 来 真的是夜秀 还高兴一场 给 请问 你是这儿老板吗 干嘛 你们招夜班王馆是吗 没错 怎么了 我觉得我挺适合的 喂 想当王馆 成啊 荣耀单挑赢了我再说 啊 有这条吗 别找了 我新家的 我赢不了你的 我的账号送人了 送人 你可真大方啊 是啊 真是太大了 那可是斗神夜之秋啊 所以 你是准备去新去玩 今晚零点就开服了 对啊 十区要开了 手版卡 你玩荣耀多久了 快十年了 十年 我玩了五年都算老资格了 这家伙居然玩了十年 是有多喜欢荣耀啊 成了 行 今晚先通个销吧 专职夜班 通销能力得过关才行啊 谢了老板 不客气新人 去 先给我买份夜销回来 愣着干吗 快去快去 对了 我布置芹菜啊